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这个频道 我是Henry 身边又是Eric 你看见他没有换衣服 很明显就是我们一年六两集 我穿衣服因为我很冷 好 今次我们又介绍一下M3 M2 M2是出先的 不是啦 M3 对呀 你教过我 看前几集你就会记得了 M3是出先过M2 我想问一下 你是否来换衣服 好像是的 有人提醒我 对呀 其实你为什么说他要来换衣服呢 在两年前 我们第一次拍《尋找拉卡故事》的时候 就在我拍摄会的一集 这个人就说 我们会再慢慢介绍究竟M3 M2的分别 亦都会再介绍多些 两年之后他终于就有数了 我记得那次好像有说过 还有一个《尋找拉卡比特》 是的 是的 但是 是不是不在这里 没关系的 就是这个键了 有在这里 原来就是这个键 我完全很混乱 我还是在这两年来的 出片很少 但是 亦都配合了《尋找拉卡》 其实《尋找拉卡》 本身是一个很慢的公司 对 它推出的东西是贵精不贵多 你要快的就用其他牌子 对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 贵精不贵多 没错 你们自己判断 我们不要胡说了 好 那我们应该由哪个开始 M3 M3 刚刚之前就说了一只Olive 是的 就很有趣 我们没有说过普通版 就是以后再補 好 那这个也不是普通版 M3 不是啊 这个我们叫Bad Pink 我们叫Bad Pink 就是有些人叫黑漆 是 那 一般来说 我们就看到是银色的 那为什么会有黑色呢 很多人就 很多不同的传说 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什么呢 当年摄影师 就看到银色 很高颜色 那拉卡就特意做了一些黑色 给一些摄影师 就让它们更高颜色 那 之后你又会看到一些叫Bad Pink的镜头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Bad Pink的往后再说 那有时候呢 有些人会提过的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拉卡 我们上网了查的 那购书记录 是 每人会写着那部M3 Bad Pink 或者是普通M3 它会写着的 是的 那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是什么呢 你意思是说有些人会提供你 会根据那些购书记录去做什么呢 他就是说看这部机器本身是否黑色 哦 有机会是 是的 有机会有很多人都会 怕会说有个Repaint机 哦 即是自己去外面找人噴黑色 是的 没错 就是本身底部是银色 是的 接着自己找人噴黑头就扮黑色 没错 因为价值有差 好的 那真的Bad Pink是 跟银色 那厂不是由银色噴黑色的吗 要分几个步骤 好的 我太快了 是的 我太快了 我太快了 好 试感的 有些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那间厂出厂的 就已经是黑色 是 有些是什么呢 是那间厂出厂的 是银色 然后我给了Henry你 你作为一个专业的 你走过来跟我说 即是走过来跟我说 我要Low Profile 什么什么 然后Leica就会帮你做黑色 哦 即是他本身当年的时候 Leica都有这种服务 就是帮摄影师 由银色机噴黑色机 是的 但是再简单一点说 因为工序上不是这么简单 他不是说拿去然后噴 用灌噴汁 是的 通常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是直接 每一部机器有个Sail Number 你拿了这部给我 或者可能7XXXXX 我没理由拿你原本的 去磨了银色 不会的 他就直接拿了另一个顶 顶盖 是的 黄桶也是 那就是Bad Pink 然后就塑上Sail Number 一模一样的Sail Number 好 我给你了 这样 哦 其实就是换了巴士 换了巴士 对 顶盖 是的 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 M3 Black Pink 上网大家都查到几个 有人说三天几个 其实是会比三天几个多 是 就是因为有机会 就是LICA原厂就将整个盖 拿起来 换了黑色的盖 是的 盖就说 笼统一点 不同其数的M3 它是换的 嗯 它不仅仅是顶 是 譬如这些杆 Speed Dial 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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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会帮你做完的 是的 都换了它 但是又要看起期数 即是早期中期后期都会有分别 那你所谓的期数就是M3整个出产的年纪 没错 刚才你说这一部不是普通版 嗯嗯 那所谓不是普通版的黑色特别版又是怎样呢 它其实就是 那时候 我说普通版 是民用的 你走过去相机店买到的 黑色呢 就是 不会那么容易 就是起码你要是一个拍摄 你才会有用一部黑色的M3 或者M2 是 黑色的机 那如果去到你刚才说出厂 有个表 就看到它原本 那出货的表 那出货的表 它原本 一出厂就是黑色盖 那那个价值又会贵一点 会 要 要看 譬如你手上有一部 是 它是没有在 list 里面 但是那个 photographer 是很有名的 那倒是 根本是关人事 就是关人事 是的 关人事 但so far 每一部 Blackpink 的 M2 M3 都好 它一定是跟一个 photographer 就是一个出名的小型师 那会不会找得到呢 有些是找得到 譬如当年是给了哪个 是的 是的 会知道的 好了 再清晰一点这样说 即是说 当年如果你想要用一部 M3 你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你只是可以走进去买了一部文色 相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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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一个 photographer Nika 就会帮他做一个黑色的出来 可以这么说 不是说我说我是 是的 当然了 当然了 当年的摄影界 要做到真的摄影师 也不是像现金那么容易 是的 是的 这一部 好了 有什么 外观上 有什么特别呢 想不可以跟我们观众说一说 好 其实我们说 比如说 Blackpink 其实最大分别 和普通版 都是 银色黑色 嗯 就是普通 一眼纳到就是这样 那当然还有些分别是什么呢 有说过 M3 其实有很多个 不要说代数 有很多个不同的 Badge 是的 早期 超 即极早期 嗯 即是由七十万摄影码开始 是 极早期 到厚一点厚一点厚一点 其实是 一百万摄影码之前 它的外观也有点不一样 嗯 那相对 你一部 M3 Blackpink 也好 如果是早期的M3 Blackpink 它的外观 比如这些大耳仔 嗯 后面 机背 因为是早期的 是 有两个螺丝 螺丝位 这些位置 是的 要看得很仔细 嗯 比如这个 我们叫盘 这个盘 这个盘 因为以前是没有擦缸 是 是的 所以问题是 你拿掉到那些 一个粉 有时有时你引起一下 可能你不记得了 这就是被扭扭 比如说是200度粉 你就能迄回到200度 是 是的 明白 這個盤都不一樣,再後期一點就去到1300元,這個算是很早期 還有這裡有兩顆釘,這些其實就不是 Blackpink 的分別,是早期 M3 的分別 就算是銀色的機器也好,黑色也好,綠色也好,是很Sexy 因為M3 本身有很多不同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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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東西 令到例如我都好,很多collector 都好,他其實很喜歡找到早期的 M3 還有 M3 我們叫 Double Chomp,拉兩下的,是 M3 才有 拉兩下? 拉兩下,早期,很特別是嗎? 對呀,你未玩過菲林機是拉兩下的 對呀,譬如現在我當作拉一下 嗯,你按下去 按不到的,對呀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拉兩下呢? 他剛剛開始設計那個 Mechanic 的問題 後來 M3 後期一點,他就變了一下 嗯,有時候你都會發現,例如這部早期 嗯 少看號碼是早期的,但到你手中,變成Lyka 為什麼呢? 譬如我買了一部機,回來,本來是Double Stroke 後來我覺得不好用,變成Single Stroke 中文叫單撥,那時候我可以買Lyka,你可不可以幫我升級? 不過其實你這樣說,Lyka 其實都是做很多customize 的工序給攝影師 他真的幫攝影師做很多不同的服務,去到方便他們影響 所以譬如我們今時今日,人們會儲一些back paint 東西 其實是因為當年他們為了一班 photographer 這樣做 去到現在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就才看到,買過故事,歷史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開心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這個節目呢? 你說尋找Lyka的事情 所以當年我也是很慢地發展這個節目 也是因為他有很多的故事 像你所說,每次見到你和你聊天都會有很多驚喜 多謝 哈哈哈哈 是的,變成了我們這部機,M3 早期的六位數字,七十多萬 真的很美麗 美麗的 但這樣說,剛才我提到的購物紀錄 這個沒有的 咦? 這個不在名單裏面 為什麼呢?為什麼又不會在購物紀錄裏面呢? 有多特別呢? 這部是一部 原本是銀色機 然後去了美國 嗯 那補充需要,我要黑色 是 就在美國那邊 以前紐約有Lyka 是 那裏做品 哦 即是都是Lyka原廠,不過是美洲那邊 美國那邊 幫你做 是的 或者有時候是什麼呢? 你用一隻M3 你是Photographer 你不會繼續用的嘛 你可能用到粒皮粒骨 或者耳朵都爛了 因為它是黃銅來的 黃黃黃黃,它會斷的 是 那耳朵都爛了 那你可能拿回Lyka 嗯 那它就幫你修理過 嗯 那麼 那出來也會是黑色的 但是那個Pink 因為呢 我們兩部機可以對比一下 是 它兩個黑是不同的 一個硬一點,一個亮一點 嗯 是的 那我們有時候會用這個 去看一部機究竟是否屬於 即是哪個時期的Badpink 還有它那個Badpink 是不是不是Lyka原廠 就是Lyka原廠 工藝就是這些 我差點跌了 剛才線手 算是出汗了吧 哈哈 好 OK 那這個就是M3 M3不是 這一部是再後期一點的 M2 拍在一起 高一點 是大部了 不是 不是大部了 爪數嘛 Body就 不要說住啦 我們先說這個 現在我們說回M2 是M3之後的機器 之前我們說過有一個叫LykaV 的東西 一個 配件 可以這樣說 OK 你會發覺很有趣的 這部是M2 嗯 那為什麼這裡是MP 咦 對呀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他們 做M3 銷路是很好的 但是很少 比較少 professional的photalk 去用 嗯 嗯 那麼 那 故事就是 譬如以前 M3之前問 3G 即Schoolman機 噢 對不起 3G Schoolman機 那時候有個類似叫LykaVid的東西 就快速過扁起 快速過扁起 是的 那時候有些photalk 就說Lyka給了M3 他們不用 為什麼呢 不方便 我這樣拉完按 這樣拉完按 即是比以前 那部3G 3G是流的 如果你沒有快速過扁起 對呀 那我這樣 我拍得不夠快 不方便 他們我不用了 那Lyka呢 他們那時候 立刻出了一部什麼呢 就是MP 是 在MP 之後才到M2 好了 那個時間線又是要再 跟大家說一說 M3 MP 然後M2 是啦 OK好 那為什麼要特意做MP出來呢 因為 本身他們設計的時候 他們沒有想過 要做這件事 所以M3是裝不了的 噢 我還剛剛想 其實我真的剛剛想問你 你可不可以放進去嗎 可以放進去嗎 不行 OK OK 好 所以變成這個配件 就在MP出來之後 就一路可以配下去 效一代的機 可以了嗎 對啦 M2 噢 但是M4又不行了 OK 明白 但是 有沒有譬如 不過你現在沒有MP在手的意思 我也想有 是不是很貴的 黑色的MP是很貴的 哦 就是那些 collective item 很 collective 百多部 所以就變成這麼貴 哦 你找到這個配件 這個也貴的 是嗎 對啦 你在百多部裏面 他不知道出了多少個這些配件 這樣說吧 你是一個攝影師 我 都很想快速過片 很快快速過片 然後不是 這樣拉一下 這樣拉一下 好嗎 我等人我示範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是怎樣操作 好啊 那你見到這裡 嗯 有個 鋼 是 那我們 甚至拉它出來 是 是 然後怎樣呢 很簡單的 嗯 是 這樣拉過片 哦 這樣會呢 嗯 很爽的 那你 不會這樣 對呀 沒有那麼 舒服 對呀 還有離了手 離開了眼睛 會 其實有機會 對呀 因為你這樣駕駛 對呀 對呀 我這隻手對焦 然後按完就立刻上了 對呀 如果不是我就立刻頂住 對呀 就要頂住 對呀 或者是 對呀 沒錯沒錯 啊 對呀 對呀 哇 那個時候 拉卡都 反應很快 即是一件 M3 不行呀 我立刻做了一部 MP出來 哦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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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這樣 過片 按完之後 這樣過片 差很遠的 手指弓還要拉到盡 拉到盡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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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快速過片 對呀 收就要按這顆的了 對呀 按呀 OK 對呀 沒錯 哦 拉出來就這樣拉 就這樣拉就行了 小小指甲 對呀 它厲害了 是想起來收起來 對呀 你會方便 你不會突出一塊東西 對呀 如果你這樣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擺呢 OK 對呀 厲害了 這件事是 是很佩服 Leica 那這一部東西 還有些什麼 對呀 那這樣說呢 剛才不是說 那個 漆的顏色不一樣嗎 是 那我們再拆出來 看多一次 其實呢 這樣對比一下 是 看會好看一點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 雅少少 這個亮了 這個跟這個比 對呀 OK 你會覺得這個 色雅少少 對呀 對呀 這個我們稱為早期的 Laka MP-Vid 是配合真的Laka MP-Vid 對呀 所以價值就會相對比較高很多 哦 亦都會找到一些 所謂後期的Laka MP-Vid 但是就是給M2 那當然啦 這個叫Laka Vid 有黑色有銀色 嗯 價錢亦有分別 OK 嗯 我想問一下 譬如 現在你說這個MP 嗯 配合 M2 又用到 是 但是 因為MP本身的機身太少有了 是 所以呢 是不是所有的MP 都會配到這個配件 當年 你意思是可以放得下去用 不是放得下去 即是出廠的時候 MP是不是都會跟這個配件出來 理論上是 嗯哼 實際上我有見過沒有的 我們剛才說過早期有一點霧面 雅色雅深一點 對呀 就是配合早期的 Laka MP-Vid 其實是比較雅深一點的 是 對 那個時期 那就是為何我配合 好呀 對呀 OK 那這個就是普通的M2 對呀 但是 Badpink 不是普通的Badpink M2 OK 那就不當是 因為當年 即是如果回到這樣 M2 當年 一起出廠的時候 就有黑色和顏色 不可以絕對這麼說 是 它普通出廠 只有顏色 對呀 都是故事的 對呀 明白 好 明白 OK 即是它那時候是沒有特意 例如我特意做一個黑色出來 給你去購買 都是要改善 或者是它特別做給你 對呀 都是那個玩法 對呀 所以那時候你拿著黑色 M2 M3出來就贏了 我幫幫你 對呀 調轉了 對呀 調轉了嗎 噢 對呀 即是現在我去哪邊 這樣 這裡有英文和德文 噢 現在開啟了 沒錯 好 明白 你看它的樣子多緊張 哇大哥 很難找 哈哈 那慢慢幫你關上它 很難找的 哈哈 哈哈 有時開心是 不是錢的問題 嗯 是你找到越來找不到 即是你說 突然之間你跟我說 Eric我給你很多錢 你幫我找些什麼出來 是啊 還要超早期的M3 那我嘩 嘩 吵頭了 沒有就沒有了 是啊 那唯有我去我已知的收藏家 我問不好意思啊 買不買啊 他說你都傻的 哈哈 明白明白 就是它是一個收藏家 是啊 我買了給你 我就沒有了 好了 今集我們介紹這兩部機 就差不多了 它亦都了一件心事 找了數 那我們 看看下次還有什麼好機 你介紹給我吧 沒問題啊 看看有什麼機鏡 好啊 是啊 或者是可能說一些普通一點 是啊 如果不是每次都這樣 正所謂 看到 摸到 不可以擁有的東西又 很辛苦 差一點 是啊 好啊 不過你們這樣才來看我的節目 耶 所以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